我們往下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Canva 的白板 最近大家有沒有都升級了 就是他的介面啊 不一樣啊 你們都沒有注意到 長得像這樣子囉 應該有不少老師的 快要應該一部分有了 也許一部分還沒有 但是 只要是新申請的 應該都會變成這個新介面了 8月份開始 其實你沒有升級成這個也OK 應該在這個月底 或9月 也會變成這個介面 老師可以先登錄Canva看看 看看你是新的還是舊的 舊的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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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沒有老師 你現在的介面已經是新的 有 這邊老師有了 還有嗎 好 沒關係 新舊對我們今天白板沒有差別 我只是告訴各位 因為現在要改版了 因為我們上個月 那一場 我跟大家介紹那個新的功能 就是一些改變 那在這裡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Canva的白板 因為白板的部分 我發現 比較少老師在介紹 可是呢 我把白板用在幾個地方 第一個 就是把它用在什麼 老師知道我們現在跟AI 不管你是深層圖片 還是做對話 那些內容 是要保留下來 因為 下次你用相同的提示詞 再問他 不會得到相同的答案 對不對 所以那個過程很重要 那我會 用Canva白板 去做保留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會 讓同學 做 專題 或是他們自己的作品集的時候 用Canva 白板 來做保留 那我先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到底是 怎麼樣的狀況 那這裡有我的文章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來您看這個 因為這個我沒有分享 所以可能大家會打開不能看 但是我先給 操作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個是我們那個職訊課程的 他們要做專題 那最後做出來是像這個 就是 做那個叫做 月曆 他們最後選了這12個 當做他的月曆的 成果 可是他們在做的過程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 手稿也留下來了 對不對 然後呢主題的 想 發想的部分 然後呢 他們當初 在做這個slogan的時候 有沒有討論很多 所以你剛剛看好像很小 沒關係 Canva 白板就是可以放大 這樣有沒有 就不用擔心 字太小了對不對 好 因為Canva白板呢 他的空間 無限大 後來好像有限制啦 但是 也是很大 再來你看 他們光在想logo的時候 有沒有就想很多 這個過程有沒有都記錄起來 你可以思考一下 以前我們都看 辦一個東西叫做成果展 可是成果展 會不會看到 剛剛所看到的這些過程 通常都不會對不對 因為我就要看最後 完美的結局嘛 可是呢 他們的過程事實上是我們比較在意的 所以呢我利用Canva白板 就好像新制圖一樣 他們去規劃 你看當初他們在做的時候 杯子 做了這麼多個 最後 再挑出這12個 這個過程是不是也有 然後他們討論的 來你看這裡 我們當初在講主題的時候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你們都留下來 這樣子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看到的是 同學的叫做學習歷程 而不是成果發表 這樣有感覺了 所以 為什麼會選擇用Canva白板 因為啊 我們在發想過程裡面 或者說創作過程裡面 你可能會有文字的資料 可能會有圖片 可能會有影片 甚至還有音樂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知道我們傳統的方式 你可能是 用資料夾 去各自保留這些東西 再一一的點開它 這樣有沒有覺得比較麻煩 可是我們在Canva裡面不用啊 你丟進去就可以看了 你看我們下面這個 這個是 兒童班的 因為我前兩個禮拜 也剛上完AI的 兒童班 那這個呢 我就幫大家 各自準備一個頁面 每個同學 自己的作品一個頁面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 Canva的白板 或應該說Canva 不管是白板 它都有一個好處 Canva的專案 可以插入到Canva 檔案裡面來 也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Canva的文件 請問 Word能不能插入Word檔 PowerPoint能不能在裡面 再插入一個PowerPoint 不行吧 對不對 可是Canva可以 你看我點到它 除了我可以在這邊直接瀏覽 我也可以直接進到它的 專案 有沒有也可以看 這樣你了解了嗎 你看我點進來 當初它跟ChimpGT 問答的過程 有沒有留下來 留下來 好 然後呢 有文字的 就請它生成圖片 那我們請它 在Canva裡面生成 你看 這裡是不是就有保留下來 提示詞也有 圖片 也有 抓出來 這樣有看到了 最後呢 在完成最後的影片 那既然是影片我們就在裡面直接播就好啦 你幹嘛還要跑到外面去呢 這樣OK嗎 所以這是用Canva 來收集資料我覺得很方便的 因為Canva的檔案 可以很大 你可以看讓他們 喜歡放什麼地方就放什麼地方 再來就是這種多媒體的整合 我不需要 那麼麻煩 你 切到YouTube去看 切到什麼 檔案總管另外再去開 我在裡面就直接看完了 然後呢 他們的檔案直接丟進來 我還可以連進 那邊去看 這樣有沒有感受到的 你有感受到我們15分鐘了有沒有 這樣要起來動一動的 不用了啦 我們剩一點點時間來 你看一下 在這裡 這樣知道我們剛剛那個 番茄中 專注時間 的概念 那 他就會幫你自動記錄 所以如果 你這個不用了 你看下面這裡 我有沒有完成一個目標了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是 回到剛剛那個 就是所謂的專注的工作階段 我們利用這樣子來讓 自己的專注力 可以 有比較好的效率 不然有時候 東摸摸西摸摸 你就 時間都浪費掉了 來 那回到這邊來 為了讓大家體驗一下 我今天有準備一個 有沒有 白板共鞭 你可以幫我打開這個 這個 這樣有沒有大家要進來的 CAMMA白板不是只能一頁喔 你看我下面這邊是不是很多頁 如果你們沒有看到這個 請在這裡 這裡打開 新介面從右下角這裡打開 舊的介面比較簡單 直接在這裡 下面這邊有一個向上的箭頭 這樣知道了嗎 你不管是新的舊的 新的找右手邊這裡 下面這裡 舊的就找這邊有一個向上的 你就可以把下面這個頁面的區塊打開 好 那你看我這裡準備了 剛剛我是不是有貼這邊 對不對 你們進來應該是在地頁啦 那 白板怎麼放大 跟網頁的放大一樣 Ctrl &加滑鼠滾輪 Ctrl &加滑鼠滾輪 有沒有就可以放大縮小了 那你要平移勒 我已經放大了我要平移一下 按鍵盤上最長的那個按鍵 鍵盤上哪個按鍵最長 空白鍵對不對 按著不要放 脫曳你的滑鼠 滑鼠左鍵按著脫曳 這樣有沒有就可以移動了 這樣會的喔 白板你只要會這兩個就可以了 剩下的沒有了 剩下的就是複製貼上而已 所以如果你有YouTube影片 你把YouTube網址複製起來 貼進來就好了 來比如說你看喔 假設這個 我就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進到白板 Ctrl加滑鼠 你看 影片有沒有進來了 你要在裡面播放怎麼辦 你要在裡面播放請 在這個影片物件點兩下 看一下 咚咚咚 他就進入影片播放模式囉 你看 點在這裡 有沒有可以直接播放 我們看一下簡報第7頁 很好玩吧 聲音也是一樣喔 所以如果老師你有玩過Suno 自己下載音樂之後 就把它貼上去就好了 就把那個網址貼上去 你就可以在裡面直接播放 記得點兩下 就是進入到它的播放模式 你只要離開了 那就是變成物件模式 你就是只能移動它 跟調整它大小 但是你要跟它做互動 就點兩下 就可以進來裡面做操控 不過當然你會了 Ctrl加什麼滑鼠滾輪 這樣會不會用的 所以CAMMA白板我很喜歡 那就可以像這樣用 不過CAMMA白板有個小缺點 因為沒有權限 所以說每個人都可以怎麼樣 修改刪除 所以通常我會給小組來用 也就是說全班的一定多多少少 會有同學比較調皮 會三邊的東西 但是我如果是分組的 大家就很清楚嗎 就哪幾個而已 而且你們看得到 每個人的游標 你動一動 有沒有發現 誰的游標在上面都看得清楚 有沒有都看到大家的名字 對不對 這樣會了嗎 只有一個人看不到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名字不會在上面出現 但是別人會看到你 這樣了解囉 好 那最後我介紹一個功能 在上面這裡 上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 每個人都有一個大頭 麻煩你在我的大頭按一下 按一下追蹤 請你追蹤我 按完了 你滑鼠就先不要動 你按一下追蹤 好 松鼠在追蹤我 很好 你就大頭按一下 按一下追蹤 那滑鼠就先暫停一下 那這個追蹤呢 不是默默的在後面追蹤 我看得到你 你也看得到我 也就是說你在追蹤誰 你看得到 然後呢 誰在 我被誰追蹤 也看得到 重點是 你看喔 因為這就是主持人的概念 你看我滑鼠滾輪放大 你有沒有發現你的螢幕跟我一起放大 有沒有 剛剛有追蹤我的 你看我平移畫面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的畫面跟我是同步的 這樣代表什麼 雖然我們沒有廣播系統 是不是你也可以跟我同步 對啊 這樣不是很好嗎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是討論事情 就跟教室的白板一樣嘛 今天換你拿筆 當然就是 你是主持人啊 我來介紹什麼 我們就看哪邊 這樣大家有沒有比較聚焦 對不對 我在這邊動 你就看得很清楚 那什麼時候可以解除 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 我就跟你講 我不要 你追蹤了 好 第二個是你自己動 也就是你自己改變了 比例 或者你用平移了 那他就認為 你也要自由了 你就不會跟著我同步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主持人的功能 好 主持人的功能 隨時誰都可以當主持人 只要你追蹤那個人 這樣會不會的 好 這個我覺得蠻實用的功能 好 所以我們大致上跟大家稍微 簡單介紹的這些 我覺得 從我那個網站上 就稍微抽出來 感覺起來可能 跟大家可以比較有幫助的 當然我沒有辦法全部都介紹 那也歡迎大家就是可以到 我們這個網站再去看一下 有沒有哪些工具 可能您覺得比較好用的 您都可以做參考 這樣OK嗎 好 好